一年一度的雾峰路跑活动又来咯 为了行销雾峰 透过路跑的方式 让民众饱览雾峰的景色 连续五年举办的 雾峰阿兆物工艺马拉松 今年新增加42公里的全马 四种赛事组别总共有5000个名额 从即日起开放报名 主办单位寄出雾峰香米 柠檬蜂蜜酒等丰富的玩赛礼 等你来挑战 众人共同启动魔球 宣告一年度的雾峰路跑活动又来咯 今年正式将路跑名称 更名为雾峰阿兆物工艺马拉松 10月20号将在立法院 众人部服务中心园区来开跑 邀请各路好手来挑战 我们过去的路跑活动 仅至于在21公里的 这个半马 那很多民众其实他们都很期待说 能够有全马的这个赛事 所以我们今年 其实是很努力的去规划了这样的一个路线 那除了延续去年21公里部分的这个路线以外 那我们今年可以整个把雾峰绕了一圈 所以可能会有更多不同的景色和体验 那我想一个乡镇第一次举办马拉松是很值得大家期待的 透过双脚踏实的跑在雾峰街道上 认识乡村丰富的景致 雾峰能会表示赛事从一开始的半马 30公里的超半马 今年正式提升为42公里的全马 连续举办五年赛事不仅挑战提升 更结合公益 每报名一位跑者 主办单位就捐出10元做公益 我们把这个整个赛程做一个调整 所以这次的赛事的名称是雾峰阿兆物公益马拉松 那有这个马拉松的实质的比赛的效果呈现出来 所以我们不管是在补给或者是在安全 或者是在各项的服务 我们都比以往来提升 主办单位寄出雾峰香米 柠檬蜂蜜酒等丰富的玩赛里 有4公里的优先亲子组 12公里的欢乐剑袍组等4种赛事组别 总共5000个名额 沿途新基民生故事馆 光复新村等雾峰景点 而在全马的赛道下入了上坡路段的挑战 提醒民众要做好赛前的准备 接下来从中央台中央报道